BAE成功实验新型刺口径远程杀伤强化火炮弹药 射程达到110公里 未来火箭炮的活要被火炮取代了 2023年4月15日 英国BAE系统公司宣布 该公司与美国陆军合作 在上个月月底成功进行了新型超远程炮弹的测试工作 据报道 此次测试的地点选在了大名鼎鼎的白沙导弹实验场进行 该实验场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 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军事设施 同时也是最早进行导弹实验的场地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Trinity就是在此地试爆成功 二战后美军缴获的V-2火箭 也是在该地进行首次试射 可以说从核武器到火箭导弹 从激光武器到电子轨道炮 美国军方绝大多数的高精尖武器都在这里进行测试 那么BAE系统公司这款新型炮弹究竟什么来头 能够在代表美国最高军事技术的场地中进行实验 根据BAE系统公司的说法 该款弹药名为刺口镜远程杀伤强化火炮弹药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种每个字我都认识 但连起来就是看不懂的感觉 没关系 待会火力军会做详细介绍 那么这款炮弹到底厉害在哪了呢 厉害在了射程上 传统的155毫米火炮弹药的射程普遍在20至30公里左右 例如M777榴弹炮 发射普通炮弹射程在24公里 发射底牌增程弹可以达到30公里 发射M982神剑制导炮弹射程也不超过40公里 而BAE系统公司的这款新型炮弹 在同为155毫米口径的情况下 能够达到110公里的惊人射程 此次实验由155毫米的XM907E2自行火炮完成 不仅飞得远 还准确地击中了预定目标 这是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M132海马斯火箭炮 在发射标准型M26火箭弹时 其射程仅为50至70公里 只有在发射ATACMS陆军战术导弹时 其射程才能飙到300公里左右 这意味着装备BAE这款新型弹药的榴弹炮 在射程上已经碾压海马斯 此前火箭炮才能覆盖的火力范围 在未来恐怕很快就要被火炮给取代了 那么传统的火炮弹药 想要提高射程有多难 为何迟迟无法突破100公里的限制 想要提高火炮的射程 一般来说有以下这几个途径 增大炮弹出速 增加外弹道加速度 和改进弹型减少飞行阻力 炮弹出速也就是弹药在炮堂内的速度 火炮发射后 炮弹的弹带紧紧的刻在弹线上 在火药燃气的推动下 加速前进 并在出弹的一瞬间达到最高速度 要想增大炮弹出速 要么提高加速度 要么提高加速时间 前者需要在化工材料方面有所提高 后者则需要增加火炮深管的长度 也就是增加火炮的背径 即炮管长度与口径之比 例如M109A1火炮为23倍径 而如今的M109A7为39倍径 射程也从14公里提升到了24公里 但炮管伸长并不能无限加长 目前榴弹炮由过去20至30倍口径的临界值 发展到了60倍径的极限值 如果再继续增大炮管长度 势必要增加炮管乃至全炮各部件的强度 这样总重就会大大增加 火炮的机动性也将随之下降 并且炮管及全炮的寿命也将大大缩短 而增加外弹道加速度 则是指增加炮弹在空气中飞行的速度 这个状态下 炮弹受外部各种条件的综合影响 包括弹不限于空气密度 空气湿度 空气温度 地心引力 地转偏向力等 这些统称为外弹道阻力 既然炮管背径无法无限增大 那么提高外弹道加速度 就是如今世界各国 延长火炮射程的主要手段 在这一部分想提高射程 无外乎增速和减阻 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增加炮弹的外部能量 或改变炮弹的外形结构 这里面改变外形结构相对简单 通过改变弹头的气动外形 来减少空气阻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早核弹 早前各国使用的炮弹 大多都是圆柱型炮弹 这类炮弹在飞行时 会因空气的摩擦阻力 而导致实际射程 远远小于理论射程 一枚155毫米口径的 圆柱型炮弹 其实际射程 仅有理论射程的30%左右 而早核弹外形 较至圆柱型炮弹更加圆滑 同时长径比较大 由普通炮弹的4倍长径比 提升到5.5至6倍 属于低组外形增程炮弹 射程相较于圆柱型增加30% 而增加外部能量相对而言 就困难多了 从易到难分别是底排弹 火箭增程弹 和冲压发动机增程弹 底排弹是在炮弹弹尾部 增加一个燃气装置 通过底部火药排气 来填补弹尾低压区 从而降低因气压差 导致的空气阻力 来达到增加射程的目的 射程能从普通弹药的20多公里 延长到30公里左右 火箭增程弹则是在弹尾 装有真正的火箭发动机 发射时先像普通炮弹一样 开始在炮堂内 受到初始发射药的推动 飞离炮口一定距离后 炮弹后部的火箭发动机 开始工作提供推力 这种暴力堆砌动力的方法 可以使射程达到50至70公里 冲压发动机增程弹 可以说是火箭增程弹的 进一步延伸 普通的火箭增程弹 相当于炮射火箭弹 巨大的火箭发动机 占用了过多的空间 而冲压发动机 无需自带氧化机 而整个炮弹设计成一个冲压发动机 炮弹与发动机高度融合成一体 这样一来 基本上就相当于炮射导弹了 但是由于需要把一整个发动机 集成到一个小小的炮弹之中 紧急到喷管 发动机和燃烧式等 需要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同时冲压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 需要面对高负载等诸多不利因素 冲压发动机尺寸小到一定程度时 其材料和结构的强度 能否承受高速气流和炮弹前后的 超温超压考验 带有外置冲压进气道结构的 炮弹整体的承受性 以及在高速飞行中 如何保持弹体内各种电子设备的稳定 这些都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其设计和制造难度极大 并且性能不稳定 至今为止 世界上依旧没有一款 真正能够在大口径火炮上 服役的冲压增程弹 目前美军中也就只有两款在实验中 分别是波音公司和挪威 北欧弹药公司联合研发的 Rimjet 155 以及雷声公司和荷兰 TNO公司联合研发的 XM-1155冲压增程弹 这两种炮弹的射程都能超过100公里 但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造价高昂 并且装药量少 如今 BAE系统公司的这款刺口径远程杀伤强化火炮弹药 其实就是与波音和雷声公司那两款冲压增程弹 共同竞争美国陆军远程精确打击计划的产物 该计划规划了多款美国陆军未来的新一代远程打击装备 包括如今正在进行测试的XM-1299型155毫米自行火炮 为了能进一步增强该型火炮的作战能力 美国陆军将名为XM-1155的155毫米远程精确制导炮弹 放进了LRPF的发展计划里 为了赢得的最后订单 BAE 波音 雷神 这三家知名军火企业都参与到了竞争中 那么同样都是100公里以上的射程 BAE这款炮弹相比雷神和波音有何区别呢 最直观的区别就是 其并非采用冲压发动机的增程技术 这可就相当厉害了 要知道以目前的技术条件来看 实现炮弹的射程超过100公里 也仅有安装冲压发动机能够完成 当然还有通用原子公司开发的LRMP远程机动炮弹 但这玩意儿属于滑翔弹 安装有折叠翼的滑翔方式并不适合高出速 并且滑翔飞行势必会增长炮弹的飞行时间 在打击时间敏感的目标上 不如前三家公司的方案 火力军在之前的节目中详细聊过该型炮弹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自行翻阅 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我们说回BAE的刺口径远程杀伤强化弹 既然没有采用冲压发动机进行增程 那BAE系统公司用的是什么技术呢 很抱歉火力军查阅了大量资料 也没有找到关于此的介绍 在BAE的官网中也紧强调其优异的射程 而并无技术原理 目前只能称之为黑魔法科技了 不过虽然处于保密原因 核心技术公开不多 但还是能从其其他细节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例如名字中的重点刺口径 顾名思义就是指炮弹直径小于火炮口径的弹药 与之相反的还有超口径弹药 顾名思义就是指弹体直径大于火炮口径的弹药 超口径弹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各种便携式火箭弹了 二战德军装备的铁拳反坦克火箭弹 就是现代超口径炮弹的鼻祖之一 还有现在在治安战中常见的RPG火箭弹 都是典型的超口径弹药 其特点是出速较小而威力较大 是于近距离破坏杀伤目标 而刺口径弹药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以自身撞击力去击毁装甲目标 在同等条件下 刺口径穿甲弹比同类型同口径的穿甲弹 穿伸能力可提高一至两倍 并且由于刺口径弹药的飞行体 有着更小的直径与体积 因此其重量明显轻于全口径弹药 在相同发射药的情况下 刺口径弹药有着出速优势 BAE公司这款新型刺口径远程杀伤强化弹 就是能够使用155毫米火炮 以极高精准度打击远距离目标 可在超过110公里范围内 对静止与移动目标完成攻击 而名字中的另一个重点 杀伤强化 就是其与雷神和波音两家公司的 冲压增程弹相比最大的优点了 那就是战斗部装药量更多 冲压增程弹由于集成了一整个发动机 因此存在战斗部装药有所减少 威力不如普通炮弹的缺点 例如普通的155毫米高爆榴弹 装药重量约11千克 而冲压增程弹的装药重量只有5000克 已经严重影响了爆炸威力 而BAE这款弹药就不同 由于仍然采取与传统炮弹相同的弹拖设计 其装药量不会比传统弹药低 甚至有可能更高 并且不采用复杂的冲压发动机技术 其在成本上应该能够做到 更接近现有的传统炮弹 对此BAE系统公司副总裁布伦特就表示 这次成功的测试证实 我们的远程刺口径炮弹 具有更高的杀伤力 其射程比现有型号的制导炮弹增加一倍 我们有信心 该款弹药就是美国陆军先进深管火炮 M1299的终极弹药 如果BAE系统公司真的做到了以上几点 即低成本实现超远射程 还不影响弹药毁伤力度 那么可以说 波音和雷神公司在竞争中 已经算是提前出局了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技术细节还未透露 因此 其是否真的如BAE形容的那般完美 还需要等后续进一步的观察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 BAE这款刺口径远程杀伤强化弹 采用的是什么技术呢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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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